資深家庭主婦周清新年過七旬 縫紉百家輩是她的強項 更累積了義賣護持慈濟的一面心 這樣多 周清新是在18年前 妹妹邀約下 開始積極投入慈濟大小活動 每回去環保站前 她總是預先煮好 各式涼茶 甜品 結好圓 這是現菩薩 後來是結束 環保之後 工作完了又是口渴 所以水中藥 老當硬撞 周清新還承擔起司機菩薩 載著大夥一起到環保站付出 環保站仿佛是她的精力補給站 越做心態越年輕 增加的是智慧而非蒼老 蘇光是學期未做的回憶 三三五天走到最後一步去 帶新聞落相背周婕怡 麻蝦報導 麻蝦 麻蝦 麻蝦